再来一次 计量是不是 在晚上生一个小儿童 哇 再生高 余逸本期再次兑现不同曲风 能否阻拦江山向半决赛冲刺 让我坐在镜子那边 看到镜子里的布黄 然后一层空间 两层空间 三层空间 很精准 谢谢 没事 希望能够跟每一个人演唱 能够有更多碰撞的火花点出来 也会是让你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一个不败的歌者 就是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 用自己全身的力量 发出自己认为最美妙的声音 山姐 加油 我不会留任何力 中西合璧的感觉 欢迎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却错过我的年华 错过我转世的廉价 你还爱我吗 我等你一句话 唱生太棒了 看 如飞的记忆在风华 我 像太老老几下 我 像太老老几下 你却错过我的年华 错过我心脏的枝丫 和我的白发 你却错过我的年华 你却错过我的年华 错过我转世的廉价 你还爱我吗 我等你一句话 我 跟她鸡蛋 我 像太老老一样 你却错过我 你却错过我 我 像太老老一样 我 像太老老一样 我专系的脸颊 你还爱我吗 我等你一句话 怎么样 我们都惊得说不出话了 心脏跳得比他们还快 还有那个拉卡拉 江山姐是126 我们大概180了吧 好激动 我在看到我们网易音乐上 有好多好多的这些用户们 也在很激动地跟我们来分享 听完这个歌的感受啊 是 比如说有一个用户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不管我们相聚多远 只要我们有爱 那我们就会相爱 你们唱的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他们诠释的是另外一个新的感觉 如果说信跟戴玲呢 是两把烈火的冲击的话 这里是一把火 一个冰 冰与火的交融 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 这个上星期身体为样的山姐 能不能掌握 身体好了吗 还有一点小尾 保重保重 我都急死了 戴老师之前听歌都是靠在后面这样听 刚才你们唱的时候突然间这样来听 这个音乐编配的也是 每一个低音都震撼 震撼你的心灵 山姐拿过歌王 余奕呢是两次西败给歌王 但成绩一直非常不错 确实是 所以最不希望他们俩碰上 是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那按照我们的赛制呢 他们两个人只会有一个人升上二层舞台开始大秀 哎呀 其实我觉得这个难题不在我们在你们 哈哈哈哈 请二位来到投票区 请准备 我的选择是 先让二位老师 山姐只要再一次歌王就可以 就距离歌王只有一步之遥 对 那余奕实力非常坚强 就一直卡关哦 但如果两个唱的都超级好的时候 我没有答案 那非要走的话我走 我走 您不能走 您这样 您再想一想 我再逼一下余老板 余老板 你对于余奕的欣赏我们都知道 中间有一期你没来 我觉得余奕就是因为你没有来 他才没有能够问鼎那一期的歌王 怪我 怪我 所以今天你这一票 你要不要投给余奕 我当然很希望这票能够投给余奕 但是 山姐实力太强了 所以 没法选 余奕 你一向有主见 你给我们拿个主意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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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两个都想投 我两个都可以不投吗 余老板你的态度呢 我觉得赛制是人定的 当遇到这样的情况 难以取舍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应该给他们机会 都升上来 你们同意这样的做法吗 我们真的没有发生过 掌声再热热一点 那既然全场的一件 如此一致 就恭喜二位 请二位同时升上 二层舞台 还是孔高 好丢人 请宇宇先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一起 小泥鼓年风二八 郑 郑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 我本是男儿郎 又不是女娇娥 错了 又错了 我本是男儿郎 又不是女娇娥 明白还希望吗 我本是女娇娇娇 又是女娇娇娇娇娇娇娇 就是女娇娇 不愿成这女娇娇 extrap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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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已经还从族 我怕害怕总是泪眼光芒 不久没有 将往事留在风中 待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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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你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错 几天会知道 人生没有我便不回不走 人生已经还从族 我怕怕总是泪眼光芒 我怕总是泪眼光芒 将往事留在风中 你的下辞 救我 永远 祖宗帅 非常优称 很羊艳 渝宗帅 余毅带我们进入了一个 巨的世界 这首歌是《霸王别姬》的主题歌 今天于逸在这个台上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让我们又重新回顾了这个电影 回顾了京剧的历史和过往 你对戏曲的热爱以及你的天赋 我们都在这里看到了 我想提一点点小小的意见 因为一听到戏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自己的专业 君王意气尽 君是团字 意气的气也是团字 你刚才这两个字念了尖字 君王意气尽 君和气都是团字 君王意气尽 谢谢余老板 各位大家要知道 如果余毅只是一个京剧的爱好者 或者他只是一个想在这个舞台上标心立意 临时学那么几句 其实他唱不到这个程度 那他是已经下了很深的功夫 而且是有师傅的感觉 今天都没脸见我的先生 寻派男旦尹俊先生 然后他教我的 他应该是教对了我唱错了 在电影《八王别记》当中 我们都知道张国荣扮演的陈迭一 是一个人系不分的戏痴 这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 不行了 这么小半辈子都唱过来 不行 说的是一辈子 差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 这种疯狂的状态 像于逸老师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你是怎么理解的 当我在彩排的时候 大幕一拉开的时候 我完全已经 我特别跑过去抱了一下导演 他给我分了几个空间 对 我觉得他把这个 对一个事情的痴狂解释的 已经淋漓尽致了 人得有这么一份从而中的心 对艺术对人都是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导演 谢谢 生命中总有一些东西 是你没法忘记的 就一如我也喜欢张古荣先生 也是我的偶像 然后也喜欢那个电影 看了四十多遍吧 我没有读解别的东西 我只是觉着人要很纯粹 然后呢 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 才能对得起自己 还有就是一个 记住一个人和一件事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它留在心里 因为我仍然将你放在我心中 那我能不能理解 那我能不能理解其实这三个霸王 还有这一台戏的背后 不仅仅传达了张国荣的情感 成爹一的情感 更多的还有 余奕自己本人的情感 是的 这就是我用余奕的方式 向大家讲述的一个 当爱已成往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因为有了余老板的原因 我们一直都期待 有没有哪一位跨界歌手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唱戏 今天终于有了 余老板 那我能不能请您也上台 和余奕站在一起 两个人配合那么一小段 哪怕只有一小段 这也是跨界合作呀 对呀 对呀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上台可以 不要把我上台这部分掐掉 好 因为前两期都掐掉 都掐掉 你让人上戏台吧 来 对 那今天穿的 跟你以前穿的好像 对 你今天换的风格 我还好 要不然就撞山 万一在尖团寺念错了怎么办 没关系 那就更显得我专业 专业 OK 唐明皇 杨贵妃 啊 起 木工 粉带 三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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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忠 好 好 真好 那这个是淡绝儿的念白 这个我就用老生的念白 来对照它 嗯 鲁公 粉带 三千忠 三千 宠爱 一身 转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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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谢谢余老板 谢谢余老板 谢谢余姨 高手过招 千古英雄 在活时 赢的沙场 战古航 谢谢余姨 谢谢 老师在讲西方的音乐剧 其实京剧就是我们东方的Opera 我诚心地希望所有观众朋友 如果是年轻的朋友 一定要把我们的东方的文化 继续地延续 这些东西是不会输给百老汇的 所以谢谢你 在此选择的这样子的表现手法 让我们在北京台 可以把这些东方文化传承 我觉得这是跨界歌王 另外一个重要任务 谢谢你 谢谢余哥 刚才江山姐的票数非常高 只跑了六票 这个票数对于你来讲 你有超越的可能吗 第一期来这个节目 拿到的话筒是二 两次得了第二 今天如果再得一次第二 因为我叫二哥 二又是我的幸运数字 命中注定的 这是我太开心了 你特别二啊 千年老二 很有可能这个二哥的称呼 从这一期开始就被叫响了 一二过 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一起来看大屏幕 休息一下 这边请 谢谢 谢谢